大家看到這是外送員的發文了 他說自己實測三天在寒流當中跑外送 一天最多跑十二個小時 但平均下來一天連三千塊錢都不到 而且最後還拿著錢去看感冒 以及動聲的手指 跨年即將來臨 再加點外送來快披薩 配美景 也讓跨年的訂單量增加不少 會非常多 所以到下午的時間會應接不暇 可能在那個時間 我們會把平台的外送的部分 會暫時關閉 跨年的單通常都會比較多 可能是要賺那個 就是年中到過年這個比較好賺的時間吧 即將迎來跨年 外送員紛紛摩全擦掌 想搶攻外送商機 還有網友在寒流來臨之際 實測當三天外送員 可以賺到八千八百九十五元 其中的七十元是小費金額 換算下來一天只賺了將近三千元 還要拿部分金額去看感冒 以及凍傷的手指 重點這三天起床就是跑單 沒有休息也沒有其他休閒娛樂 希望能勸退即將入行的外送夥伴 想在寒流跑外送 似乎沒有想像中的那麼好賺 大概差多少 我至少有到快要到一半吧 以前努力點約如十萬不是夢 原本從台北中正區到三重區 一單可以賺一百到一百二十元 不過隨著平台的制度調動 取餐費等待費 里程費等通通取消 中正區到三重區只剩四十到五十元 少了一半的外送費 外送員只能靠顧客給的小費 加錢補貼 只是目前台灣小費制度 尚未普及 想靠小費賺上一筆 恐怕是還有難度 付小費的事情在台灣沒有很普及吧 比如說下雨的時候 下大雨或者是 外面天氣特別不好的時候 有時候會 這年頭外送員越來越不好賺 雖然門檻低 離職率也相對高 不過面對這波跨年外送潮 還是有很多外送員 卯足全力準備在寒冬中努力應戰 記者黃志杰 陳燕榮 特別報導